国内新冠肺炎 疫情升温 桃园部立医院近日爆发群聚感染 确诊者足迹多集中在桃园一带 继国防部下令全体官兵如非必要 应避免进入桃园地区后 澎湖县长赖峰伟开第一枪宣布 即日起禁止县府员工前往桃园出差 并呼吁相亲在地就医 县政府也呼吁我们的相亲 由于这段时间是属于疫情的关键时期 这段时间尽量留在我们澎湖当地来就医 领导民众从国外回来 必须先在本岛完成14天隔离 使得辖内有桃园机场的桃园区政府 和澎湖密切合作 据了解目前上有6位澎湖乡亲正在隔离 云丽县与苗栗县政府也相机要求 县府员工若非必要 需减少到桃园出差 很多的国中小孩在毕业旅行 所以我们也尽量要求他们 以台中以南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来做安排 除非有一个洛乡 而且习父亲 能够入电话联络 对于部分县市的毕淘令 桃园市长郑文灿21号表示 现阶段一切以防疫为主 强调不会因此改变于各县市合作的态度 台南市长黄伟哲 与屏东县长潘梦安 则都替桃园人教区 认为面对疫情挑战 全国民众要团结 不应该贴标签 防疫同心 全民防疫 这场战争才会打赢 所以台湾只有一个 那么我们希望中央跟地方 政府跟民间 那县市之间我们都合作来抗疫 如何去停止说 大家不要去单一的县市 这个在县市上 在防疫上 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觉得很奇怪 而和桃园为共同生活圈的双北市都表示 会和桃园并肩防疫 目前双方市府间的员工仍会照常洽工 防疫一定是上下一条心 一起面对共同来解决 在北北基桃之间流动的 有庞大的通勤人口 所以我们认为说 光是禁止公务员出差意义 应该是不大 疫情指挥中心目前指出 尚未到限制民众进出桃园的全都 此波本土确诊影响范围虽然大 但感染源都很清楚 建议民众应尽量避免大区块区域的移动 以及提高警觉 原市新闻综合报导